OK 谢谢同学 那么通过刚才简单的介绍 我们知道了行程里面最为重要的三个量 那就是路程 速度 还有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两道非常简单的认识小题 一个呢 再来回顾巩固一下 咱们刚才对于这三个量的区分 另外一个就要从今天的小题当中 引入到我们最为重要的路程速度 时间 这三个量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幅图 非常充满人心的一件事 对吧 2004年8月27日 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篮决赛的时候 刘强以12秒91的成绩 评了由英国选手柯林杰克逊 1993年创造的世界纪录 并且打破了12秒95的奥运会纪录 好了 那么第一个小问 那请问刘强比赛的路程是多少呢 多远吗 想想题目叙述有一个 110米篮 那就意味着所有的选手是因为都跑的是110米 你不能我跑110米 然后刘强跑200米 对吧 这也不公平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小问很简单 刘强的比赛路程就应该是110米了 好 第二个 那么刘强跑完这个110米用的时间是多少呢 12秒91还是12秒95呢 还是俩时间平均一下呢 12秒91 为什么不选12秒95呢 那是奥运会记录 那是奥运会记录被刘强打破了 而刘强打破了奥运会记录 是因为他的时间比奥运会的记录是比较短了一些 因为他只用了12秒91 OK 所以刘强跑步的时间应该就是12秒91 当然了 这个对应后面的91的单位应该是什么 等到以后我们学的这个秒的单位更加细分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知道了 在这里我们就写成12秒91就OK了 好了 第一道小题就说到这里了 非常简单一个小的知识问答 只要通过这个让大家熟悉一下路程和时间 当然了 你验验的话可以想想 那么刘强的速度我应该怎么练势来求呢 来 各位同学继续看我们热身的第二小题 小鹏放暑假去姥姥家 这里有一幅图 小鹏家在这儿 姥姥家在这里 那么他呢需要先坐四个小时的火车 从这里出发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 哎呀 切了拐弯一动拐 拐到了这里之后呢 下来换乘坐汽车 然后再坐两个小时的汽车 才能够到达姥姥家 哇 真的是离得好远呢 那么现在请问从小鹏家到姥姥家 应该有多远呢 当然一定是按照他走的这个行驶路线来算的 这里面图当中还给出了两个非常这样的量 一个就是火车每小时可以走一百二十千米 汽车每小时可以走四十五千米 好了 现在题目问的是 从小鹏家到姥姥家应该有多远 那很明显多远 当然让我们求的就是路程 也就是要一米或者是千米来为单位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从头到尾 一个就是告诉我们 他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 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 另外图上告诉我们火车和汽车的速度 这也没有路程啊 这 这 那我哪知道啊 对吧 你看刚才这道题好歹告诉我 流程跑一百一十米来 这路程不就直接知道了吗 你干嘛不直接告诉我呢 对不对 好了 那这道题当然是得向我们利用题目当中 给的这些条件来计算出路程了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按照小童的行动路线来走 首先从家出发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 那题目又告诉我们火车是每小时行一百二十千米 也就是这个火车开呀开 开了一个小时应该走了多少呢 一百二十千米 所以速度是不是就是一百二十千米每小时 而这样的驱逐方式转化过来 是不是还可以称之为就是一个小时火车就能走一百二十千米了 那他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走了多远 我能不能算得出来呀 可以 一个小时走一百二四个小时 一百二乘四 非常好 那是不是就是一百二十乘以四不就出来了吗 好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小明首先坐的这四个小时的火车走了多远 我是不就知道了 那继续往下坐到了这之后下了火车 然后换乘汽车 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到了姥姥家 汽车每小时走四十五千米 也就是一个小时过去汽车能走四十五 那两小时能走多少呢 那就是四十五成二 非常好 那当然就是四十五成二呢 好了 那么四个小时的火车走了多远 两个小时的汽车走了多远 哎 同学们 发现数不知不觉我就都散出来了 那最后老了家和小红家的距离是多少 把这两端 一加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当然可以很容易就能算出来距离是多远了 好了 各位同学 这个题其实本身并不难做 但关键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能够找到路程速度时间 这三个辆之间的关系了 咱们来看这个式子 一百二十在元气当中指的其实应该是什么呢 火车每小时走一百二千米 也就是一百二十千米指的是火车的速度 一千米 千米每小时 那四很明显题目说了 这是他坐了四小时的火车 这指的就是时间 那么速度跟时间乘完 我们得到的就是说的小鹏坐这四个小时火车走了多远 也就是路程 好了 那也就意味着路程等于什么呢 速度乘以时间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行程问题当中 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基础公式了 也是这三个辆之间最紧密的一个联系 路程等于速度乘以时间了 好了 给同学来 首先先把这道题算完 非常简单 答案是五百七十千米 而通过这道题目 我们就给出了今天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路程速度时间这三个辆的关系 那当然最基础的就是路程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其实你从速度定义能看得出来 单位时间内走的路程 也就是一小时一分钟或者一秒钟走的路程 那么你走了十秒钟 走了一百个小时 你乘以竹鹰的这个时间 当然得到的就是你走了多远 所以路程就等于速度乘以时间了 那当然有了这个等式那很简单 那如果给了路程一百米时间十秒钟 能不能求得出来速度啊 可以 那就只要路程除以时间 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想要求时间 我还可以用路程除以速度 所以由这个基础式子 我们马上可以转化出两个衍生式 一个就是时间等于路程除以速度 而另外一个就是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了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咱们到这里为止 关于今天要用到的行程里的所有内容 就全部都讲完了 其实非常的少也不难 而接下来我们就是围绕这三个量 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来解决各式各样的走路走车问题了